宇宙之间一切万象从哪里来的 佛在个经上给我们讲的很多 我们都听得二熟 但是境界现前的都忘得干干你 佛常讲啊 一切法从心相生啊 我们的心善没有一样不善 我们心悟就没有一样不悟 真的是静随心转啊 我们要改变外面环境 改变心就真正能做到 把我们不善的心换过来 问题就解决了 什么样的心最善 阿弥陀佛的心最善 阿弥陀佛心里面所包含的 是四十八月是五界修行 所以我们真心诚心诚意念这一句佛号 念夜生佛号 这夜生佛号里面就居足四十八月五界修行 善中之善的 没有比这个更善的 应付大劫呢 什么方法 这个方法妙诀了 无与伦比 问题是你真地相信 真地忏悔 真地改过 这一句佛号念的就有效果 如果不知道回头 不知道忏悔 还自以为是 这个佛号一念再多都不相应 那就是古人所说的 口念弥陀 心散了 寒破喉咙也往然 智行一念 无量功德了 关心在智心 你能不能把那个妄想制服住 心里妄想很多 把妄想统统制服住 就是降伏住 精干精上 降伏其心 张家大师教我们 放下这妄念的心 所有一起念头 统统放下 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这叫智行一念 我们这个金本子上讲 一向专业 就是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清静阿弥陀佛 除这个之外 咱们也全没有了 这样念佛呢 就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一念佛 功德 功德不可思议 功德不可思议 效果不可思议 而且 彌陀佛 跟社方一切如来 慈悲到几处 真正一向回头 加持的力量 立刻就到 效果非常显著 我们最近 有个同学在澳洲 做了个实验 身体不好 千诚的佛弟子 专修经验 他得了个小船 很久了 很多年了 怎么治也知不好 他必方便关 一个月 念佛的时候 突然发现 这个孝传 孝传是怎么来的 他一个冤情债主 坐在他身上 叫他受这个罪 他发现 发现了 求阿弥陀佛加持 让这个冤情债主 觉悟 不要再找麻烦了 跟他一起修行 拜佛的时候 一起拜 念佛的时候 一起念 天经的时候 一起听 听了二十几天 他觉悟了 他求阿弥陀佛 借应他往生 他真往生了 这比你好了 多少年来 什么样的医药治不好 这就好了 他走了 他还有一个病 他的脸色很难看 所以他站起来 自己加九遭脸 原来 也是一个冤情债主 过去 得罪他 他来报复 他用同样的方法 求佛菩萨帮助化解 求佛菩萨 接引他往生 这两个愿情债主 欢欢喜喜 到极乐世界 所以他两种病 十几年来 怎么治都治不好 这一个方便观不到一个月 就好了 不需要医药 所以我们今天想到 我们身上有哪里 不痛快 不舒服 有问题 肯定 眼前在说 我们没有发现 但是我们心里知道 心里明白 就应该要齐情 就应该要劝道 我们大家和解 过去事情不错了 要承认 要忏悔 要改过自信 要罚大事愿 劝道冤情债主 我们把过去的恩怨 暂时放下 好好休息 我拜佛 你也拜佛 我念经 你也念经 我念佛 你也念佛 大家一起 求生 尽度 现在在这个时代 一般来讲 贵神比人好多 因为贵神知道苦 人不知道 所以他容易接受 我们这些病是减轻了 好了 但是人家到极乐世界 去做佛 我们绝对不可以 侵蚀这些恩怨 你看 他也得以这个缘分 他成就给我快 我不如他 这是四十真相 不能不知道 我们不但对人 不敢轻慢 要以真诚 恭敬心 对待 对待这些小动物 乃至蚊虫蚂蚁 都不可以轻慢 修什么 修真诚 恭敬心 乃至 对花草树 对山后大地 对一切鬼神 那只有一个真诚 恭敬心 只有一个愿望 劝大家一起念佛 求神经度 这个心好 这个心能够叫你 不会受灾难 这个心能化解 一切的愿迹 过去今生 给一些众生 借的一些愿迹 的时候 统统可以化解 佛菩萨 帮得上忙 如果自己 不知道回头 不知道改过 佛菩萨很自卑 帮不上忙 那个问题 在真教严重了 帮不上忙 我们要佛菩萨 帮助我们 我们自己 先帮助自己 一切条件具足 佛菩萨自然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